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古琴啊 這一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航板最新的系統 稱號系統啊 那這一次要做的是詳細的說明哦 那這個 稱號系統啊是根據玩家對 雅丁王寺的貢獻 來獲得稱號的哦 要對雅丁王寺 有所貢獻的人獲得一些稱號 那這邊有幾個小規則哦 就是 大家這個稱號系統啊 從帳號從伺服器的角色啊 是可以共用 我們拿到的稱號的 另外啊 85等以上的角色才可以 獲得稱號哦 你沒有85等你是不能使用稱號系統的 然後目前的稱號有 勇士 騎士 準公爵 等這個公爵等四種哦 那勇士 我在翻譯的時候也 翻譯等老將 我這樣叫做老將也ok哦 啊不過我這邊我都今天教他勇士啊 有勇士 騎士 準公爵 公爵四種 那每種稱號都還有 數個 副稱號哦 大概有什麼勇士一階啊二階三階之類的 哦有副稱號 那當我們的副稱號 達到最高級的時候啊 就可以 挑戰稱號的進階哦 哦那稱號就是在我們的這個設定的王金這邊哦 最左邊最下面有一個星星這個 有一個勳章哦 你像那個美國大兵那個當阿兵哥的一個勳章哦 這圖案 這圖案要85等啊 我這隻沒有85等啊 所以 打不開哦 不過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哦 好那我們一開始點進去這個 這個稱號系統的時候會是這樣子 然後他有分一階二階 三階哦 這個是勇士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的界面哦 然後你要點進去這個一階裡面去解任務 才能觸發這個 稱號出來哦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稱號的部分哦 稱號一欄哦 那目前的稱號有四大象嘛 有勇士 騎士 主公爵跟公爵這四種 那他們都有 主要的能力跟副能力哦 副稱號的人力哦 那 勇士的主稱號能力是這個 防禦-2 他的主能力是防禦-2 那副能力的話有這個 模仿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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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階兩階三階 就是加模仿的 就是勇士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是騎士的部分 其實這部分是 他的主要能力就是一定有的啊 就是當你或 就是當你變成騎士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能力 就是 近距離 遠距離 魔法 殘害加2點 然後他的副稱號這邊有四階哦 所以有四個人力 那一階的話可以拿到 近距離 遠距離 魔法 命中加1 那基本上啊 一到四階就是加命中的哦 三種命中的 各加1點 接2接3接4接哦 滿的話可以加到4點 好接下來是主能男爵的部分 他的主要能力是 PVP的殘害減免加3 然後他有5的副稱號哦 然後他們的人力是無視PVP-3加1哦 所以無視-3的部分哦 好接下來是男爵的部分 男爵的一個主要能力是抗暈加5% 那右邊這邊啊 他只有5個階段的一個副能力哦 那他的能力是 充於命中加1%哦 加充於的部分哦 有5的階段哦 那這個稱號的主能力還有副能力啊 是可以累加上去的哦 像我這個圖片啊 他是騎士1接嘛 騎士1 所以可以獲得這個 防禦-2 還有近距離 跟魔法的傷害加2哦 另外還有近距離 遠距離魔法的命中加1 還有這個 魔法防禦加6有點哦 就是 勇士123 然後再加上騎士1接的能力哦 大家這邊都有哦 所以大家這邊累加上去啊 只要你的 稱號階級越來越高 你的能力就會越來越多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點哦 稱號的任務 就是我們的稱號 你要去解任務 完成這個任務 你就可以來拼你的稱號進階 哦 稱號的升級 那當我們獲得稱號的時候啊 我們一次好像可以接收到 2到3個稱號任務啊 看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就是有 3個稱號任務 那玩家可以通過完成這個稱號任務 來挑戰我們的稱號升級哦 可以把2接變成3接 然後 再來進階之類的哦 那每一個階級的升級機率都不同哦 就表示哦 我們在升級的時候 有可能會失敗哦 那當你完成這個任務啊 你在挑戰升級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捲軸 哦 你要打開這個捲軸 那當我們打開這個捲軸的時候 它是出現綠色的這個 pass 的話 就是表示我們進階成功哦 那如果打開的是紅色的 fail 那這個就是表示進階失敗啊 哦 失敗的話就要再找一個任務來解哦 然後解完之後你再來挑戰一次哦 那這個任務感覺上是蠻困難的啊 因為他這邊的任務要求就是要去打這個 我們的新副本哦 85等的新副本 艾斯卡洛斯裡面的怪物哦 你看這個數量 2800隻哦 算是非常多的一個數量哦 那不一樣的稱號階級啊 他有不一樣的任務哦 他任務都有分階級啦 但是我們的勇士跟我們的騎士 他是會在我們的艾斯卡洛斯的 請進平原這邊來解任務 那如果你是主男爵的階級的話 就要來解這個 艾斯卡洛斯的 第一個區域還有第二個區域的一個怪物哦 那如果你是男爵階級的話 他的任務就比較困難哦 他的任務怪物都是要在這個 二區跟三區這部分的怪物才可以解哦 那我們每天可以進行直式的稱號任務哦 那這個任務啊每天早上5點會重置啊 那稱號任務還有24小時的時間限制哦 如果你沒有在時間內完成哦 就會失敗 就會把這個任務再洗掉 變成新的 那另外啊 除了解任務來挑戰稱號進階之外啊 你還可以用捐獻的方式哦 他右邊這邊 是這個王室捐獻哦 你可以透過捐獻這個高級的祝福文貨 來挑戰我們的進階哦 哦你在花錢來 來進階啊 用買的 哦大家這邊有寫哦 我們來看一下 哦大家 進階的數量都不一樣哦 哦進階的階級 還有機率都不相同 要的數量也不一樣 像這邊是 勇士的部分 勇士一階的話是需要2000個 然後二階的話是2500 三階是4000 一次一階的話就是4000 二階是4500 三階5800 四階的話8000哦 一死類推哦 最高的話到藍爵這邊哦 藍爵的第五階要32000的粉末哦 真的非常多哦 那這個捐獻的規則啊 是每天的次數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你可以一直捐一直捐哦 有粉末就可以來拼一次哦 那這個成功機率也是蠻靠賽的啊 我看有一些 直播主 哦 他一直失敗 他有一些直播主都是第一次過 第二次也過 就一直過啊 所以這個 應該也是蠻看能品的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介紹的這個稱號系統的詳細內容哦 就是 你這裡去解任務來解這個稱號 或者是你用這個高級的束縛粉末 來用直接捐獻的方式來提升 稱號的階級哦 那另外啊這個稱號系統啊 要85等才可以來玩哦 你要85等才可以獲得稱號哦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介紹 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哦 拜拜 不可說 雖然跟誰 還沒結束 你不可說 没有收拾 你不可說 可能 你不可說 你不可不可